从洗衣机到咖啡机,屏幕无所不在 原因很简单,图形界面大幅提升了使用者体验 大家好,我是位在ST台北的Daniel Wang ST一直致力于推动这场革命 让具备成本效益的微装置器 能够支援类似手机的使用者界面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非常高兴地为各位介绍 STN32 U5-G9和STN32 U5-F9 它们内建所有必要的资源,IP和处理能力 能够做到创新的图形效果 同时减少对外部记忆体的需求 我们如何做到,如何能够在使用更少的记忆体同时 达到更加的图形效果呢 就让我为各位介绍我们最新的GPU NeoChrome VG GPU NeoChrome VG GPU是第一个应用在STN32维攻刺器上的向量图形加速器IP 开发者可以在具备内建记忆体的维攻刺器上 使用向量字体或绘制向量图像 而不会对效能造成太大的影响 而且由于向量图像所需的容量 远少于点阵图像 因此也减少了记忆体的需求 想象一下,有了NeoChrome VG GPU 使用者界面可以拥有多种字体或是多次绘制同一图像 但不同大小 而且不会使用超过内建的4MB双区块记忆体 这是点阵图像无法达到的效果 另外,我们在内部测试中也看到 使用ST向量图形加速器绘制True Type字体时 速度比不使用GPU的状况下快得多 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此外,新款U5G9和U5F9内建的3MB RAM 可以存储双影像缓冲区 这意味着您可以在更加的图片清晰度下 显示出丰富、现代、美观的使用者界面和影片 我非常兴奋地看到业界开始采用了我们的新技术 基于新的STM3U5G9和STM3U5F9 一些客户已经转用了这样的单晶片设计 因为它不再需要额外的外部记忆体 此外,由于U5G9和U5F9非常容易设计 工程师可以在选择LQFP100封装时 使用简单的双层PCB设计 我也看到客户已经采用了这样的设计 家电和工业应用领域 希望更显著的使用者界面和更简单的设计方法 你们终于找到了一直在寻求的解决方案 这真是太棒了 最后,根据您的应用 可以在U5G9和U5F9之间进行选择 如果您有更高的安全需求 U5G9具备了加密引擎 并且是目标在CSIP第三级认证 对于那些需要更大容量的记忆体 和运算能力的迁入式系统呢 让我们一同来一探 另一款高性能微控制器 STM32 H7系列